這條就是給了三點的左標 A00 B-9 12 C-14 0 現在就要找回三角形ABC的in center的左標 我們看看圖是怎樣的 圖是這樣的有三點A B和C 你特別留意到A和C就是在X axis 因為三點都給了你 其實你可以第一件事找到三條邊的邊長 分別在13、14、15 用Distant formula就可以了 那你就算出來 那重點是In center究竟在哪呢 其實就是這樣 所謂的In circle就是剛剛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最大的圓形 剛剛這個圓形是碰住了 這三角形的三條邊 而這個圓的圓心 我們叫D 就叫做In center 我們要找的就是這一點的左標 D的左標 那你會特別留意到 我們會用一個theorem 就是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有一個圓形 它外面有一個直線 是剛剛碰住這個圓形的話 那你拉一條半徑下去 那這兩條線是會互相垂直的 而你今次留意到 因為AC是分在X axis 所以這個point D 的Y 座標 就會等於這個圓的半徑 那你寫給人看 因為AC是分在X axis 所以這個in circle的半徑 其實就是這個in center的Y 座標 那現在我們就假設 這個point D 的座標 就是R和U 它的X 座標 分別當它的X 座標是H Y 座標就是R 那我們怎樣去找回這兩個的座標呢? 你可以細心看一下圖的 你可以細心看一下圖的 你會見到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 大三個人 ABC 把它分成三部份 分別就是 D C A D C Boy 和D Boy A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大三個人 ABC 將它斬成三個細三角形 我們就可以去找得到 這個紅色線的半徑 R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三角形的面積 就很容易找的 就是底乘高除2 底是14 高是12除2 即是84 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個大三個人 斬成三個細三角形 例如C Dot A 它的面積就是14 乘半徑R除2 而同樣道理 三角形 C Dot Boy 它的面積就是13 乘高到R除2 最後 D Boy A 的面積就是15 乘半徑R除2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關係找回半徑R 因此 我們就去找回大三角形的面積 ABC就是84 而將大三角形斬成三個細三角形 C Dot A C Dot Boy 和Boy Dot A 這三個細三角形的分別就是 0.5乘R乘14 0.5乘R乘13 和0.5乘R乘15 你選擇這堆左邊的算式 就會變成R 等於84 R就是4 也就是說這個圓的半徑是4 而這個 In Center 的Y 座標是4 好了 那X 座標又怎麼找呢 我們又看看圖 我們當這三個的雙交點分別EFG 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圓和這三條邊的雙交點分別EFG 我們用一次AE的長度是U 用Tangent Property你就知道AG也是U 所以Boy G就是整條的15 再減U 即是15-U 同樣用Tangent Property 就知道Boy F也是15-U 另一方面 AC是14 AE是U 即是CE就是14-U 用Tangent Property CF也是14-U 所以我們看到 CF加FBoy就是13 也就是14-U 加15-U 就是13 寫清楚 U就是AE的長度 你畫圖給別人看 就知道13 即是14-U加15-U 中間就牽涉了用很多Tangent Property 如果考試真的問你這類題目的話 你就要去分析一下幾多分 如果他考人只有1分2分 其實這個步驟已經足夠了 如果他問你 左邊是8分9分 中間就是要牽涉解釋很多Tangent Property 以及 為什麼BG等於FB CE等於CF 這一類的理由 你要寫清楚給別人看 因為他分數比較多 所以到最後還是看分數 去決定你寫多少 因此 夾到U長度是8 特別留意 最小心 D的座標是4 D的座標是-84 -84 因為這個座標是在 X座標應該是負數的 你看到X座標應該是負數 而Y座標是正數 因為它是向上行的 X座標是負數的 因為它是向左行的 OK 所以答案D就是-84 這就是整條數的題目和Solution